夏瑞德哥 柯文哲現在有問題 他問題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呢 柯文哲對太太說 總統府好像有醫務官 然後呢 我當選之後你去那邊當醫師 啊現在有柯文哲說 沒有啦 就是夫妻之間談笑啦 這樣而已啦 是這樣而已嗎 一百多年前 孫文啊 那麼說大總統為國家公僕 出入隨從聖簡 那麼一百多年後有一個人啊 現在還在選總統 還不知道選得上選不上啊 已經開始封關了 你忘了嗎 已經把這個的法務部長黃國昌了 他整個部長都快拉完了 然後黃偉漢是這個新聞局長 已經廢除了現在NCC主委嘛 然後呢 緊接二來 差一點讓他的妹妹 又去選這個新竹的立委嘛 然後現在呢 跟他太太講說 我如果當總統 要你到總統府裡面 當醫務室的醫官嘛 雖然醫務室的醫務室 總統府醫務室是軍方系統的 你太太根本不能去嘛 然後太太當作一回事 還連寫三篇嘛 跟大家言一下說 搞不好沒人要去 搞不好只有我要去嘛等等嘛 然後柯文哲現在說 是我跟我太太隨便說 請問你還跟誰隨便說過 那館長 館長要當什麼職務 館長 那個法務部長 不是法務部長 法務部長黃國昌了 不能有兩個 警政署長 我個人認為比較適合的是陸委會主委 你會問我為什麼 他去跟中國 中共談判的時候 都叫三字經啊 就是這樣啊 都叫啊 真的的啊 對不對 他跟他叫而已 不會叫他叫 對不對 我說坦白就是這樣嘛 然後柯媽媽 柯媽媽難道是總統府發言人嗎 因為她很喜歡講話嘛 柯媽媽當央廣董事 那那些所謂的幹部 那些所謂的更生人 那些恰隆恰風的 我都已經想到了 矯正署署長啊 監獄典域長 開所所所長都好了嘛 你要尚總統的人 要尚總統的人 你清財公共的嗎 到處封關清財公共的嗎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覺得國家名氣 是可以這樣隨便拿來這樣子 到處清財公共 你要尚總統的人 才清財公共的嗎 你就從這個地方 可以看出他的人格特質嘛 那現在其實最尷尬的是誰 最尷尬的就是柯文哲啊 郭泰銘只要出來 三咖毒病四咖毒 不管郭泰銘是幾趴啦 你可以發現 他拉最多的人 永遠是拉到柯文哲 不過各位要小心啊 因為他也拉到這個侯友宜 也拉到這個 等於說這個 等於說賴清德 比較少 但是他拉最多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柯文哲現在 他想盡辦法 為什麼 你沒有發現嗎 今天連高嘉瑜都怎麼說 很訝異那天在那個 計程車工會的那個廠 槍會掌和 柯文哲竟然會這樣子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有點吃逼的樣子嘛 很訝異 你沒有發現他只要柯文哲的剋星 就是郭泰銘 他在金門遇到郭泰銘對不對 小子耶 他到那個工會的時候 站在那裡二十五分鐘 雖然大家都解讀說 好像他很可憐 不 不是很可憐 而是他的幕僚應該要 那我就抬頭了 說這個呢 你怎麼會讓他在那邊站了二十五 要嘛早點進來 要嘛就等坐等 聽說去了好幾十個人耶 民眾黨耶 你在坐等這個郭泰銘 因為郭泰銘是傳後的 咖啡奶茶果汁傳來要等你 你知道 只要你拿出其中一個 對不對起來對不對 那你就上我的當了嘛 那民眾黨不願意上當 你竟然讓 讓你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 去那站二十五分鐘 Q處理你的幕僚是怎麼當的嘛 那你這個總統參選人 是怎麼幹的啊 你知道嗎 所以事實上現在最尷尬的 就是柯文哲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高民調 其實他花了整整一個多月的時間 把自己的高民調摧毀了十% 不容易耶 真的不容易 想要十八上去有多虧了 你看侯友宜人 八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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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一大堆 沒有人在討論對不對 結果呢 柯文哲用一個多月 就把十%給弄掉了 當然 剛剛講的那一位 個人推薦陸委會主委的 那個館長對不對 那館長跟黃國昌 兩個人助攻五% 開玩笑 不過你們有發現嗎 當郭台銘起來了以後 我們這四天 全部都能討論郭台銘的事情 柯文哲沒有 每個人都忘了柯文哲 每個人忘了侯友宜 連館長大家都忘了 你就知道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 那麼郭台銘他的動員力 好 但要請教惠正傑 因為我覺得 針對陳佩琪的態度 因為現在柯文哲 已經開始要滅火 說不是啊 這是夫妻間的談話嗎 但是陳佩琪不是這樣認為 他說先生呢 認為要是他當選的話 或許我應該做功德 犧牲一下專業跟薪水 去那邊服務 沒有想到這個論點 引來大批人的撻伐 我要強調 這個職位要是有人想去的話 我絕對舉雙手贊成 不會跟人家搶這個 這個是做功德嗎 他其實當然 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 其實撲梗 最重要其實又要見直 賴清德 為什麼這樣講呢 第一篇他說 老公要幫我找工作 找同僱不工作 當然我覺得 他搞不好發第一篇的時候 他並沒有想到 就是說 後面會引起 這麼大的一個聯誼 他尤其可能只是想要 散散恩愛 或什麼的 但是人家馬上就會覺得說 不對 你是把整個中華民國當成是你們柯氏家族企業嗎 現在就開始封關家學 剛剛那個瑞德哥已經把他講了 現在已經封得關了我們的文哲大的 馬上快要把文五百關的名單 現在已經出來四五個 還有柯媽媽 那個剛剛提到什麼總統府發言 我剛剛學 一個國安會的秘書長 對不對 這麼重要的國保 要負責國安 把整個客家振興起來 旺息起來 當然這是我們希望是 最好不要有那個一天 但是你現在都會發現說 他發現第一天 那個發文之後 引起一些波瀾之後 他第二個馬上就開始轉了 轉什麼呢 先生當然 跟我班不知道 自己那個總統府的派的狀況 那如果單獨去的話 有可能招得到人嗎 不會說死啦 但是應該沒有很多人 應該不會很多人想去吧 支援的這個部分 搞不好除了陳佩琪外 不會有人想要去應徵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覺得你老公 如果選上中華民國的總統 然後要總統府的這個支援 沒有人要去應徵 他講這個話有點莫名 是因為你也知道 你老公很雇人怨嗎 還是為什麼 不理解 再來第三面又提到說什麼 先生認為我是去做工的 先生認為他如果當選了 我應該去做工的 然後來犧牲一下專業和薪水 他發現人家開始民進黨在攻擊 你們已經有一點後宮肝政 甚至說怎麼可以來延攬自己的一個家眷 進到總統府 擔任一些相關的職務之後 引起了這樣子的抨擊之後 馬上就開始也化為攻擊賴清德 為什麼講到賴清德 他就說民進黨的自信民 應該跟民嘴側意 對我這麼好啊 不忍說我這麼優秀的記者 去做功德啊 不然呢 我還不知道該怎麼樣跟先生推辭呢 大家會不會對於做功德這三個字 耳熟能詳呢 長照源和基層的一個醫師辛苦低薪 結果當時呢 就有人大拉拉行政院長在廟堂之上 不幫第一線人解決問題 就叫這些人就當做做功德吧 這指誰 這指誰 大家都很清楚嘛 就是指當時時任的行政院長 這個賴清德嘛 因為現在賴清德跟他老公 一起在開始競選總統這個位置 所以呢 那個陳佩琪就當带刀四位 殺出來幫自己互呼啊 要開始幫他在戰場上殺敵 可是我覺得 事實上人家看到的完全是認為 你跟你老公兩個人從頭到尾 好像有點把總統府 或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好像有點像是 不管是你們夫妻之間的 一個玩笑話或什麼 但顯然你並沒有很看重 自己的這個位置 以及你自己本身應該有的發言 所以那個分寸拿捏 其實是很大的扣分 好 但我請教靖民哥 因為我覺得陳佩琪的分寸哪年 我覺得這一次他覺得說 我是萬一我老公選上總統 我第一夫人耶 你看我願意去這邊做醫務人員 是不是做功德呢 還是他可能都不曉得說 他這句話可能有失言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夫妻之間 他們的一個互動的模式 就像是這個 他在臉書裡面揭露說 他問問誰口問問這個柯P 然後柯文哲也不假思索 你可以去總統府醫務室 那種講出來 當然柯文哲他講話 從來不會去顧慮到說 這個講話之後的 他的一個這個嚴重的後果 還是說屬心屬重的一個狀況 如果他會講話 就常常不會這樣子 像大炮型的說法 所以這本來就是柯氏的語錄 跟柯氏風格 那今天大家放大說 陳佩琪你怎麼這樣呢 我覺得第一 柯文哲能不能當選 這不一定 第二柯文哲如果真的當選 他也不見得敢這樣做 所以後來你看雖然說他極滅火 他說那只是我們之間 那我覺得他很好奇啊 幹嘛要講呢 像你也不會去跟你太太說 如果我當立委的話 你也可以進來怎樣怎樣怎樣 都會開玩笑 老公跟老婆之間的這個 不要說是感情或是互相調改 一定會講一些 有的沒有的 但不會踩到自己夫妻感情的紅線 老婆會把他看出來嗎 如果你老婆把他看出來 你會覺得他是提油救火嗎 還是被老婆擬打 因為柯文哲早就講過了 陳佩琪在臉書上po什麼文 包括在疫情期間 都是柯文哲在當台北市長 他沒有辦法去控制的 他也沒有辦法 他只能說我回家跟他講講看 回家講也沒有用啊 因為陳佩琪的個性啟示柯P 他現在貴為民眾黨主席 也是民眾黨的這個總統參選人 他怎麼可能去hold得住陳佩琪 沒辦法 那如果柯文哲當總統的話 他可能hold不住副總統之外 他也hold不住泰作呢 不是hold不住副總統 要看他副總統是誰 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可能兩邊都hold不住了 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當然就不用跟他hold了 因為不合作就沒有hold的問題 那對他老婆他當然hold不住 所以在這幾年 柯P踏入政壇 在當台北市長以後 然後卸任 也已經快十年了 你看現在過去幾年走下來 他跟陳佩琪的互動就是如此 所以你要說他回去數落陳佩琪 他才不敢 他不敢 當然不敢啊 只能講講 但是他也不會對他老婆有什麼 我覺得這是他們的特色跟個性 那喜歡的就會喜歡 支持的也會支持 不會覺得說 只有在當然 討厭柯文哲的人 討厭這個陳佩琪 會拿這個來當放大鏡 你看陳佩琪這樣 你們夫妻已經到那裡 有沒有避嫌 當然你會知道說 如果他真的做到 這個這一步當選的話 他怎麼可能會讓他老婆進去 你想想看馬英九跟這個周美青 大家都拿放大鏡去看了 然後看到周美青就直接半退出了 不會啊 不在十位不謀急之後 我們就不會做這種夢啊 不會 很多人就會去看了 就會去看是不是真的你會這樣做 所以不要說什麼不在其位 不做這個夢 講都是會講 但是講一下 自己在家裡面講也沒什麼 但是這就是陳佩琪的個性 我也很訝異說 他會連發三次了這個 去把他再講 一再的再講 表示說他對他老公講的話 還是會放在心上 但是真的會不會這樣做 我覺得陳佩琪自己心裡也有一把尺 真的叫柯文哲說 你叫陳佩琪去 如果說假設要去當總統府的這個義務司的話 陳佩琪可能還要考慮再三 也不見得會這麼 如此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不算是一個很大的這個 思言或者是議題啦 反而是他們夫妻之間的一些笑話 然後我們跟著在那邊被撩播 然後講他們怎麼樣 我覺得蠻好笑的